三岁小女孩被钢针插入太阳穴 她的大脑被植入一块芯片 母亲只要打开平板 就能定位孩子在哪里 而且不论女孩在做什么 母亲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女人是个单亲母亲 她生下女儿后就特别宝贝女儿 这天她带女儿去公园玩 小女孩看见猫咪就追了上去 等女人发觉时女儿已经消失了 她发疯似的到处寻找 还好在邻居的帮助下找到了女儿 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状况 女人带着女儿参加了一个方舟天使计划 只要在孩子脑中植入芯片 就能随时在平板上查看孩子的位置 还能监控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 而且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 只要打开过滤功能 一切不利于孩子健康的画面 都会被打上马赛克 就连隔壁的恶犬 在女孩的眼中只是一团马赛克 但是意外还是来临了 这天外公在家照顾女孩 可她突然身体不是倒在了地上 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她眼中外公变成一团马赛克 直到女人收到平板的警告 外公这才没有性命之忧 可随着女孩日渐长大 弊端也开始显示出来 外公却是使母亲悲伤的哭泣 可在女孩的眼中 母亲的表情也只是马赛克 她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感觉 就连同学们讨论的恐怖电影 女孩也根本不明白是什么 男同学单独为女孩讲解电影情节 可在女孩的眼中 不仅表情被打上马赛克 就连声音也被屏蔽了 为了知道同学口中显示什么样子 女孩拿起铅笔就往手指戳去 女人拿起钢针插入小女孩的脑中 她的脑中被植入一个芯片 从此之后 女孩就完全在母亲的监控之下 无论她做什么都能被看见 而且有关暴力和少儿不移的画面 也会被芯片打上马赛克 就连画出来的血迹 也会被打上马赛克 女孩想要知道血到底是什么 于是她将铅笔削尖 对着自己的手指头猛戳 母亲这边立即收到了平板的警报 她立即赶到女孩房间阻止 却被女孩扇了一巴掌 母亲立即意识到女儿不正常 她带着女儿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她女孩丧失了感知能力 因为这个芯片的原因 而且方舟天使计划已经被禁止 母亲也意识到自己不该继续 她关闭了芯片系统 把平板收了起来 女孩第一次看见邻居的恶觉 第一次看恐怖片 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 就这样女孩慢慢长大了 她还在学校里交了一个男朋友 这天女孩跟母亲说出去看电影 可到了半夜 母亲发现女孩还没回家 由于当心她的安危 母亲再一次打开了平板 可她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一幕 等女儿回家时 她假装一切都不知道 第二天母亲开始查看平板记录 她找到了男孩的住址 母亲立马上门找到了男孩 她警告男孩离开自己的女儿 不然就报警说她骚扰自己女儿 随后女孩给男友打电话 而男友已不再接她的电话 还当着女孩的面提了分手 然而母亲再一次做了一件 女孩无法原谅的事情 只因为女儿交了男朋友 母亲竟偷偷把避孕药加入女儿早餐中 女孩在上课时突然感到恶心 直接冲到厕所呕吐起来 随后女孩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她是吃避孕药的正常反应 可女孩说自己没有吃啊 突然她好像想到什么 随后女孩回到家开始翻找 她在垃圾桶里找到了药盒 立即明白这一切都是母亲所为 女孩马上来到母亲的房间翻找 她找到了小时候的那个平板 立即明白了母亲再一次监控自己了 女孩愤怒地收拾行李 想要离开这个家 母亲回来时发现了满地的垃圾 她明白女儿已经发现了 就在母亲向女儿解释时 女孩却冲过来抢夺平板 她发现母亲再一次开启了过滤功能 母亲嘴里还说是为她好 愤怒的女孩拿起平板砸在了母亲脸上 由于马赛克的原因 女孩不知道母亲的状况 直到平板损坏 这才发现母亲已经满脸是血 她惊恐地拿起行李逃离了这个家 等母亲醒来时 女儿已经不见了 她来到大街上寻找女儿 可已经没有了女儿的踪影 她不明白自己只是想保护女儿 而女孩在路上拦住了一辆卡车 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孩子要学会自我生存与保护自己 而父母的过度保护是在害孩子 我们下期见